第二种提醒就是所谓的带公式 那我们跟各位讲过 公式它叫背公式嘛 那什么叫做把这公式好好的背好 第一件事情 希望不会用中文叙述这个公式的意思 密度就是单位体积中所含有的质量 用中文讲这个公式的意义 这件事情你们很多人都不做 你们嫌啰嗦嫌反 嫌质太多了 两口 动回条 那你们就只喜欢背什么 背低等于 不一分之任 OK 你就背低等于不一分之任 因为我提示过你 你要搞清楚每个英文字母代号的意思 是要配合起来要讲的 算什么代什么 你要知道B叫做密度 B叫做体积 M叫做质量 我跟你们讲过 我跟学生问学员说老师 我说那个墨浓度答案怎么算 答案就是墨处理体积公升很好 那什么是答案 质量 我勒 完全恐怖人家背什么玩意儿 所以要知道每个英文字母代号的意义 这样配合后面的算什么代表 然后注意单位 他用的是公分还是公尺 公斤还是公克 尤其到国三以后 我们会学很多单位是有名字的 那个到底什么玩意儿 要弄清楚 我们要弄清楚 注意他的单位 还有注意有没有特别的事项限制的条件 你们到现在有学过一个公式 有要求 两个要互相随直的 你还记得是谁吗 你还记得有什么东西 你有要求要互相随直吗 不记得了 压力 P点F属于A F叫正向力 正向力要跟面积互相随直 你未来会学两个公式 是有要求要有方向限制的 要随直要平行的 你要知道 这个必须要平行 那个必须要随直 限制条件 有些公式是所有情况都能用 比如说P点F除以A 所有人都可以用 可是我们也学过 有公式只能用在特别的情况下 你还记得有谁吗 净水压力公式P点F属于A 只用在哪里 净子的液体 我们还学过一个公式 也只能用在状况谁啊 浮体原理 浮力等于物重 只用在浮体 所以有的公式是有限制条件的 你要了解它的限制条件 就有所谓的备公式 这样子做就表示 哪公式好好的备好了 然后呢 理论上一个公式就够用了 电子的经理会交R点I分之V 这样子做完 你就会知道B点I R I点R分之V I点R分之V 你就会了 理论上一个公式就够用了 不需要备成三个 有人就需要备成三个 它才会数学比较差 那我们讲过这个数学比较差 可以什么方法 小表宠 我们教过的小表宠 就这样做 半个圆圈圈 那一半切一刀 把公式塞下去 上下四处 左右四乘 然后呢 就把要算的遮住 我要算V V遮住 R成I 我要算R R遮住 I分之V 我要算I I遮住 R分之V 这样你就知道谁该成谁 谁该除谁了 我跟你说过 这个方法是我太看国外的书上学会 因为国外的数学能力很烂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他们老是加分的方式 如果你的数学也这么烂 搞不清楚有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数学OK 就不要拟它了 你这个想法而已 它可以叫做小调宠 但是要提示你的事情是 带公式的时候要注意 算什么带什么 这才有两个意思 第一等于V分之M V是体积 M是质量 该放体积就要放体积 该放质量就要放质量 这是第一个意思 算什么带 该是体积的就要放体积 该是质量就要放质量 第二个意思就是 你要算木头的密度 请用木头的体积 请用木头的质量 你要算酒精的质量 请用酒精的密度 酒精的体积 该什么呢 你不要拿木头的体积 酒精的质量 去算水银的密度 老师谁会那么扯 我告诉你 就会那么扯 你现在不会犯这个错 等到三年级上学期 最后再算电学的时候 你就会拿假的电阻 引着电压 去算顶着电流 拿起万成万成 我不觉得这个在干嘛 注意算什么带什么 该放体积放体积 该放质量放质量 要算假就把假的放进去 要算饼 把饼的放进去 不要拿假的体积 以的密度求饼的质量 这就是要提示你 所谓的带公式的时候 要算什么带什么 那么这样就把公式背好了 知道该怎么用了 那么题目出来 就把数字放进去 我们答案就可以解决了 OK吗 OK